I'm not leaving watch 黄志勇批杀对角再退后场 过渡一下 斯里坎德批杀出界了 黄志勇赢了 这是2020年的公议会团体赛决赛 看到大马夺冠 很多人都想再看黄志勇对阵斯里坎德的比赛 今天他来了 因为没有李子佳 黄志勇单位了大马的新一哥 在这一次没有李子佳的情况下 这位大马的新一哥扛起了旗帜 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局比赛 黄志勇一度十比十三落后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对决 斯里坎德的一个过渡球失误 又是一个收 看了几场再来回看这一场 我发现黄志勇的优点之一 就是他的收率其实是非常低的 非常霸气的一个调查 直接追拼了比分 再来一个挑杀得错 再来一个挑杀得错 黄志勇真的是太能防守了 这真的是玩命啊 现在很多运动员其实都不会去这样防守 刚才一个批杀 现在换成了批掉 变化的变化确实很多啊 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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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黄志勇又是一个批杀得手 直接拿下第一局 第一局双方打的还算是比较激烈 但是没有想到第二局的黄志勇 直接就崩盘了 这种简单的推球也是出界 疯狂出界 继续出界 这个可能跟风向也有一定的关系吧 这后斯里砍着一个非常吉祥的勾对角 20比6 前手拿下第二局 把比赛拖入决战局 好在决战局的黄志勇调整的还是非常快啊 你看这种勾对角勾得多么的犀利 斯里砍着这进攻也主动 现在就看谁更敢打了 漂亮啊 这两人又打出一个十加球了 黄志勇这个状态是完全起来了 每个球的角度都是非常极限 斯里砍着这球要求太高了 这样的还想把球往下压 后场球的拼推不到位被杀 黄志勇这个后场推球还是有代加强了哦 他的优点也很明显 至少这几场比赛可以看出 防潮是非常出色的 斯里砍着有变化了 做了一个滑派的调网得手 关键球的失误啊 太致命了 斯里砍着后手上全部都是假动作 但是自己的判断又是出现了失误啊 黄志勇20比16拿到赛点了 最后斯里砍的还是自己的一个事物 黄志勇直接逆转 拿下比赛 赢下这场关键的男的比赛 马来西亚呢 也是顺利拿下最终的团体赛冠军 不得不说黄志勇在这场比赛 确实成长了 他让球迷看到了希望 你只将没来 大马依然能够独冠啊 赢下四条 每个七条 年二、九条 突然原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